市場外牆圍起了圍籬和防護網 降空市場已經超過四年歷史 政府去年爭取1600萬元經費 針對內部結構進行耐震補強 雖然內部正常營業 但對於整修後的市場 民眾和攤販都很期待 這個市場就是要大要集中 攤販多才有生意賺 人家才會來買 我來這裡買一半 那另外一半去街上買 或是別的商商買 那這個市場就沒有意義 這個市場能夠來持續來使用 可是舊房子連線到了 我是感覺還是 雖然說暫時的結構補強 以後還是要一勞永逸 看怎麼樣重新 這個地點也不錯 可以做一個規劃 做一個前面的那個活動或市場 各方面的多元化的場所 這個是最重要 很多裡面是期盼 甚至還有說以後地下室 能做一個停車場 這是裡面其盼 因為現在停車場太少 人車子 剛才說車子越來越多 很難停車 市議員張浩瀚關心工程進度 邀集了里長檢曉東 產發處市場科到廠會堪 目前工程只剩下 外牆防水器工程 若天氣許可 廠商將盡快施工 預計三月底就可以完工 我們翔豐市場現在正在進行 有關於內部結構的一個耐震補強 加強的一個工程 那同時也進行外牆的防漏水的一個工程師做 那我們只要天氣許可 預定的話一切的工程會在我們三月底 四月初的時候我們會完成並且讓現場恢復原狀 那翔豐市場本身的結構安全加強沒有問題之後 那歡迎我們所有的市民都能夠來到翔豐市場來進行一個消費 不過翔豐市場這幾年逐漸沒落 探位數寥寥可數 如何吸引攤販進駐 讓商家有生意 市議員張浩漢說 傳統市場轉型勢在必行 我想翔豐市場啟用已經超過40年載 那過去因為這一段這個空間呢 不只在做市場使用 上面還有禮民會堂 那因為建物非常的老舊 我們在過去的幾年一直持續來推動 翔豐市場的耐震補強的一個工程 那終於在去年8月動工了之後 即將在下個月中正式來做一個完工 那我想翔豐市場除了是安蘭橋地區 那重要的一個工友市場以外 那更重要的還包含旁邊還有未來我們要塞司令部 整體觀光發展重要的狼帶之上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我想在現在呢 其實因為耐震補強相關的一個工程進駐 那導致市場 那生意其實大不如前 那我們在未來除了把這個市場空間 調整到更加的舒適以外 那我們也會要求產發處 來在翔豐市場推動我們市場改造的一個計畫 那希望像比照台北市的一個東山水的一個市場 那提供不只是在地民眾來做一個消費使用 那更重要的是也希望吸引未來在安蘭橋地區 觀光遊覽的旅客也能夠進到市場裡面來消費 來帶動我們翔豐市場未來整體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讓我們的攤商能夠做得更加的開心 那另外其實翔豐市場也擁有非常多的一個美食 翔豐市場也是屬於傳統的市場 那傳統市場一般來講都是找市的形態 換句話說到中午左右它就會結束營業 那隨著翔豐市場本身的飲食攤位越來越多 那全天性的營業的需求也會增加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攤商進行充分的溝通 看是不是讓翔豐市場能夠轉型成為全天性的市場 翔豐市場擁有著名的日式料理早餐店等美食 市議員張浩翰說 整修後的市場煥然一新 喜愛品嘗美食的民眾可以到市場走走 也許有不同的收穫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